今天爱人是横溢中学办学的宗旨 消防利用校庆活动的同时 号召师征做公益 并且募集了71项的爱心物资 将全数捐赠给新庄区公所的实物银行 希望能够帮助辖区内的弱势族群 新庄区长朱施荣表达感谢 横溢师征集结爱的力量 协助公所共同响应 实物银行的推动 大家不分你我走出校园关怀弱势 今天爱人是横溢中学办学的宗旨 校长洪金水表示 学校利用校庆发起了为爱见走活动 鼓励同学之募集 共计了将近有71项的爱心物资 全数将捐赠给新庄区公所实物银行 希望能够帮助辖区内的弱势族群 文武洋溢 横溢中学在65周年的校庆 由我们班联会发起的 这个兼一克奇迹 打倒二势力的活动 主要是要捐赠给我们新庄区 我们区公所的实物银行 来协助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弱势家庭 那同学们在这一个过程当中 一起筹资物资 捐赠物资 在横溢人的这个高中跟国中的学习过程当中 将会留下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验 跟宝贵的一个回忆 全程参与这项物资募集活动的同学也说到 大家齐心齐力 透过实际作为将这些物资分享给需要关怀的对象 真正感受到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价值 透过这一次募集物资的活动 然后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透过自己的一点 付出自己的一点行动 然后捐献自己的一点爱心 然后就能够让新庄区的弱势族群 或者是独居老人们能够得到一些温饱 然后我们这次募集到了71项的物资 它也代表的是我们横溢中学的学生 还有老师们的爱心 希望区长朱世仁深表感谢横溢中学 集结师生们的力量 协助公所共同响应食物银行的推动 不分你我一起走出校园关怀弱势 达到落实社会公益学习领域的教学目标 谢谢横溢中学结合了学生 结合了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成长的学生 能够提供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经验 让他来亲身参与 也募集了71项的物资 捐赠给新庄区公所的食物银行 让新庄区公所的食物银行 能够有更充沛的资源 能够协助新庄区需要协助的长者 或者是弱势的团体 公益行善的爱心意局 在横溢师生们的身上 不仅看到了最好的机会教育 而且让每个人因爱而闪耀 照亮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道